游戏王卡图故事之 这 这些家伙是谁啊 虽然他们的样子看起来不太可靠 时常摆出一副相当无助的姿态 却总让人觉得 其实还隐藏着什么惊人潜在能力的样子 在很久以前 由这四人组成的陷阱处理般 像往常一样开展着日常工作 其中此者戴上手铐 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陷阱 逼着和他这两人协力 将埋藏在地下的陷阱拆除 和者则在一旁 拿着毛巾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随后四人来到了 一处遗迹开展地层调查的工作 其中此者研究起了施工的图纸 旅者拿起刚发掘出的图藕 把玩了起来 他者则拿起了古代的望远镜 想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唯有何者端坐在地上 一言不发 在思考人生 后来他们在遗迹附近 驻扎起了营地 准备接手一项重要的化石调查工作 由此者负责统筹全局 笔者手拿捐齿测量化石的长度 他则在地面上张贴标线 和者则负责固定绳索 最终他们顺利地从地底下 发掘出了一具超级锤手龙的化石 此时死者还在用锤子和凿子 继续开采化石 笔者用刷子清扫化石上方的灰尘和碎石 他则负责拍照记录 而何者则在一旁喝水休息 就在施工现场的附近 一支哥布林埋穴部队在挖洞时 意外发现了一枚内置式爆弹 随后现场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最终陷阱处理班四人受爆炸波及全军覆没 进而电话成为了四围乘着纸飞机的小人 文明师工从你我做起